小美在睡着老妈又在烧大餐了 看看还在烧这么多菜了 哪有菜呀 这个是空心菜了 小美喜欢吃蔬菜 烧个蔬菜 辛苦了每天做那么多菜 她辛苦了烧了她吃不下 放下来了现在 她醒了是吧 你是在吐啥呢 叫小美妈妈起来吃饭了 吃饭了吃饭了 你在吐啥这是 给你擦掉吧 你就是在吐啥 她老是用这个眼神看我 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吗 原来是在变大招 还有吗 椅子先拉完 我现在要等你拉干净再换 不然这个尿泼是吃不下 你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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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大老师 拉完了没有 她的睫毛好长哦 睫毛像你啊 睫毛好长 又浓又长 但是拍不起摄像头 她长大一点 她每次夸她她就笑 她就脸上嘴笑 你真漂亮 好漂亮啊 你真好漂亮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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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眉毛好浓啊 她眉毛跟你是一样的 感觉她全身都在用力 哎呀我的天哪 啊加油 啊我都 看着她我都在用力 这是正常的吗 正常的 我看到好多小宝类都是这样子的 你到底拉干净了没有啊 哎呦呦呦呦 吃好饭了 然后又洗碗了 做饭一小时吃饭五分钟 洗碗五分钟 辛苦了啊 每天这样 这有好杀心筒的呢 这不是应该做事情 也都干不了 就只能干这个 那不是这么说的 你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那你是担任了这个角色吗 你也是从一个美少女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美少女 美少女变成一个妈 现在要外婆了 真亮 我想借助这个平台 想对招母娘想讲一些话 那我跟招母娘住在一起 为什么不亲自讲呢 因为我确实在亲情方面的沟通能力 差不多等于您 面对一些亲情和关怀的时候 会不知所措 所以请您原谅 首先您是全世界最好的招母娘 您为了小美 为了我们这个家 付出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 也受了很多委屈 真的特别感谢您 太久远的事情 我们就先不讲吧 就自从小美怀孕之后 您就跟我讲 如果我们需要您的时候 你随时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我当时我就跟小美讲 我说老妈太好了 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小美在杭州快升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您 我说老妈 我希望您能过来 然后您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就订票 第二天就来到了杭州 自从您来到杭州之后 您就接过了我的厨房 然后就开始在我们家搞卫生 把家里一些鸡脚干了 都搞得干干净净的 自此我就几乎很少去厨房了 每天过着一来张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这种生活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因为我太习惯于 我身边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来做 对整个家都是事无巨系 所以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宝宝出生之后您特别开心 每天都笑呵呵的 到我发现这两天您有点沉默 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感觉 我就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就在思考 我们在相处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事情 最近我经常听您说一句话 我啥忙都帮不上 反正每天都干不了 就只能干什么 我仔细回想了 您刚开始来这边到现在 我们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 点点滴滴 小美在医院里面要生产的时候 医院只允许去一个陪护 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只能一个陪护 而且不能探视 所以 对 对啊 所以就 这几天就只能我在了 因为好多东西要弄的 还不能探视 您特别想去 但最后去的是我 宝宝出院回到家之后 换尿布洗澡等等这些事情 基本上都我抢着在做 小美吃药 小美喝水 宝宝消毒 宝宝吃一些维生素等之类的 也都是我抢着在弄 您抱着宝宝的时候 我就说您最好少抱一点 因为宝宝抱太多了的话 以后不好带 可能你看到这些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我在这里是不是 好像帮不上什么吗 小美也跟我讲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想起这些 我突然发现 自己是不是太难搞了 怎么那么多事情呢 一点都没有顾及到您的想法 我自己一直呆在 我自己的宿舍区里面 怎么样我都很开心 但是我忽略了您的感受 您没在自己的宿舍区 我把您放到了一个 最尴尬的一个位置 导致您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 其实我的本意非常简单 就是在小美做月子的这个月里面 然后呢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停掉了 我就好好的陪陪小美 陪陪宝宝 因为一到我开始工作之后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陪他们了 去照顾他们了 那时候就能一切都得靠您了 所以这个月的话 关于小美和宝宝的一些事情 我都抢着在做 可能您更多的是做饭 搞卫生 洗衣服 这些事情 虽然我觉得您做这些已经非常美了 对不起老妈 我错了 是我忽略了您的感受 我是小美的老公 但您是小美的妈妈 我是宝宝的爸爸 但您也是宝宝的外婆 你跟我一样 希望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这种付出是不计成本的 是开心的 是幸福的 对不起我现在才意识到 我应该亲自跟您沽通的 但我真的面对亲情 我真的不大会沽通 所以我想告诉您妈妈 我爱您 我很幸福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就饭吃 每天啥事都不用干 我开始习惯这种感受了 被人照顾的感觉真好 但是我也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的 您担心我太辛苦 我也担心您太累 所以这个月就允许我多做一点点 未来的日子 还得辛苦您 谢谢您 我爱您 妈妈 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照顾 您是宝宝的好外婆 自从你来到杭州以后 我真的轻松了很多 也幸福了很多 也希望您不要想多 就在这里开开心心的 所以这个视频 谢给我最亲爱的照顾 希望您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永远健康